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浦 歡迎大家來到6月4日 六四三十四周年的今天 我稍後會出席這個六四的晚會 但是未去之前我希望 跟大家做一次節目去回會一下 今天關於在香港發生的事 也希望大家關注 香港發生的情況 香港警察、港共政權、 中共政權 似乎用六四三十四周年 去施以前所未有的壓力 去給香港人 去給香港人一個訊息就是 草木皆兵半戒嚴狀態 誰出街可能拿一些白花 可能拿一些字條 可能舉一些標語 都將他們拉起來 甚至將他們 用所謂的法律 所謂的刑事罪行條例 香港法律第200章 第九條煽惑罪去控告 甚至如果不聽話的話 還有國安法事後來 這個情況 不只是針對 一些以前的 在政治運動、社會運動裡面的 常客 譬如我們昨天講過的 支聯會的義工 這個 這個關先生 另外也關陳幫 也都不只是 關於譬如說 這個 柳家儀等等人 也都不只是行為藝術家 三目這麼簡單 甚至一位女生 今天 今天下午 6月4日下午 2點多 在銅鑼灣宜禍街 她只是高舉一張 公投 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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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沒有說到什麼是歸公 歸公 就是這樣的字句的紙張 已經被在場的警察 拉入封鎖線裡面 拉了橙帶 其間女生一直高呼 非禮打劫 所以隨後被警方 帶上警車 抓走了 不知道會不會下 charge 昨天到現在 聽聞警方 起碼已經對4至5個人 下 charge 我們就覺得 譬如說 對於 剛剛說過兩位 就是 很關心周幸彤的兩位 就是 義工 兩位人權的奮鬥人士 就是 亦都相當 就是 已經告過他們 事莫盡 另外譬如 沙目 等等的人 亦都有類似的做法 起碼有4個人以上 昨天已經被 被捕 已經被控了 那如果你說 這一個 這個女生 她會不會被控呢 我就是不知道 我也不敢想像 但可以顯而意見 警察專門炮製這些 這樣的生物 來使得 寒蟬效應 以及恐怖的感覺 還未滿足整個 香港的社會 這才令我們 非常齒冷 和覺得 相當 悲憤的一點 今年是第三年 未能夠在維多利亞公園 扣唱 點燭光悼念 而在昨天 6月3號 警方在銅鑼灣和維園 以煽動 和行為不檢等罪名 先來拘備了4個人 在銅鑼灣 今天中午 已經有警察報防 所以在銅鑼灣 和在維園附近的人士 注意了 根本上等於 五保一綱的一種 即是維穩的措施 而在北京 六四死難者的家屬團體 天安門武七 今日的朝早 按慣例 在當局的安排之下 去到萬安公務 拜祭死者 游慧傑 黃金平 黃是大肚王的王 不是台灣的沙漠王的王 游慧傑 黃金平 猿人 刀人的人 學見 段昌旗 等在場 祭殿親人 家屬提供的片段顯示 當時天安門群體的發言人 游慧傑 宣讀悼詞 他形容 心情非常沉重 非常痛苦 說34年過去 至今 依然政府 沒有任何的聲音 對我們遇難者的家屬道歉 對六四慘案 要政府來負責任 這件事 我們不會忘記 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永遠紀念下去 天安門群體 不外乎 要求真相 賠償 追究責任 追責 三件事 沒有一件事 共產黨 會回答 亦都沒有回答 我都預期 他不會答應 當年 九十年代 曾經有很多 所謂的評論人 當時我做年輕 做中學生 大學生 我都覺得 這班成年人 說話胡言亂語 他說什麼呢 總有一天 共產黨 只要一直執政 他就說 始終有一個人 只要 屠夫 那一代已經死亡 譬如鄧李揚 那一代已經死亡 之後那一代 就更加容易挺身而出 去平反 去承認真相 去道歉 去賠償 甚至不只道歉 不只賠償 甚至沒有追究責任 他願意做完 天安門母親要做的事 但要等到 可能要過多一代 或者兩代的人才有可能 接著習近平上台 有一班人 對習近平寄予厚望 正是習近平的聖主賢軍 正願意答應他這些事 我當時已經覺得 有沒有搞錯 他對共產黨的本質 理解這麼差 有班人是這樣的 所以我說 我再說一次 無論幾多袋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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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要共產黨 仍然在 沒有可能有平反六四 上都不要上 不要把它揣著明白裝模具 不要裝磨走 裝模具 共產黨是不會 對你道歉的 當你黃泡雙思黃痴鏈做得久的時候 你會知道是多麼荒唐地 期盼或者預測 共產黨會道歉 會賠償 會追責是不會 但這幫母親 就跟我們很多剝花生的評論人很不同 這幫母親是真的眼熟 他們呼籲當局 去道歉 去賠償 去救責 是致命之地 他們沒有錯 我們要求這件事都沒有錯 但你既希望於共產黨 我想這個希望是虛妄 我想這幫天安門母親群體也沒有這樣的想法 他要的只不過是說 我要你道歉 要你負責 不會忘記整個歷史的真相 他要做這件事不代表他有信心達成結果 但他依然要說出來 這個就是天安門母親的震撼力 就是這個地方 有時候做很多事 不是說一定要有效果 一定要有一個你想達到的 effect 你做一件事 你做一件事 是為了愛 為了和平 為了公義 為了真理 為了憐 為了憐 就已經足夠了 在做的本身的行為本身 而不是用結果來論英雄 天安門母親同時發表制文 要求政府正視事實 公佈真相 道歉賠償 期待與政府平等對話 他們表示政府在34年前 無視群眾橫行霸道真槍實彈向人群開槍 用坦克鎮壓 又指親人都是具有愛國情懷的熱血青年 普通市民和年輕學子 卻被一意孤行的賄子手武裝鎮壓 他們作為亡者的親屬會永遠記得 那層陳鎮以肉龍的槍聲 坦克的轟鳴和群眾的吶喊 永不磨滅的記憶和對親人的思念 會支持他們堅持不懈的抗爭 我想這一點是令我們動容 亦是我們相當支持這班天安門母親所做的一切 我們知道香港曾經留有很多八九民運的遺跡 曾經八九民運平番六四的象徵 中大民主女神像 港大國殤之柱 太古橋 六四紀念館 近年都已經被消失 我希望大家找回這些蛛絲馬跡 在網上 將光影流傳 將聲音流傳 將影像流傳 這就是我們很希望達成的一些目標 所以任何做到這件事的人 我都覺得相當難得 當然 以後教育怎麼做下去呢 有三位老師 起碼在中學科學室身課相傳 在國安法時代沉密空間 今年繼續向學生傳承六四 有老師避免在敏感日子談到六四 但仍然利用新聞報道紀錄片這些貨外的材料 在課堂框架裏教六四的史實 有教育界新鮮人 就是這些 就是New Comers 就清清在中三歷史課堂上 只能夠依書直說 但對課程仍未涵蓋八九民運的初中心 會反方向跟他們說 六四是不能夠提的禁忌 盼勾起學生興趣自行探索 真可憐 中學老師不敢說 六四是不能夠提的禁忌 就說這件事 那你自己 六四是不能夠提的禁忌 那自己去找資料 那有些人問 教育局 學校能不能夠舉行 悼念六四的活動呢 教育局的答覆就是說 學校有責任確保訊息符合 學習的終止課程的目標 還有有關活動 不會危害 國家安全的內容 就是這樣的事 等於答完等於沒有答 跟著就是類似李家超 鄧炳強的方法就是 你不違法就行 守法就行 意思就是 不能夠舉行 你舉行就是拉得來 這個就是 不舉行就立即拉得來 這些人舉報你 那些學生 某個學生 某個家長舉報你 就是這個怎麼搞下去呢 這個都很難去做的一件事 回想當年 八九六四 有幾多的人 刊登廣告 啊 今時今日 現在鄉情聚香港 邁向新精程 就搞這個 所謂的嘉連華 三號至六號搞這些事情 回想當時幾多個同鄉會 是一致說 堅決反對武力鎮壓 反對西文封鎖 堅決支持中國學生的 愛國民主運動 那這些這樣的 同鄉會 共產黨 此一時彼一時 你會看到 當時的地下黨戰陣營 尤其中聯 當時不叫中聯版 叫新橫社 港澳工委 當時呢 亦都是有一個時間 就是 基本上是 就是 不支持 這個屠殺的人士 但是當 不夠一個星期之後之內 一吹雞 那麼所有人歸隊 OK 比如說那些 你會看到 梁振英 你會看到 譚耀宗 很多人呢 都 在八九六四之後呢 發表過一些 譴責北京 屠殺 手無鑽鐵學生的東西 肯定學生 是一個愛中國的 一個民主運動 是不是 那麼 在這件這樣的事 一吹雞 這幫共狗 自然就跪低了 因為他們知道 那條線已經斷了 是不是 文匯報李子仲 可以開天槍 痛心疾首 但是一吹雞就沒有 許家團 支持護照 跟著他都安耐不住 要逃亡去到其他地方 去美國中佬 許家團 就是當時的 新華社 港澳公偉的head 因為他head 然後黨員就跟他 跟他英武學舌 誰知道 原來不是這樣的事 跟著共產黨 鄧四平出來 什麼國際大起後 國外小起後 跟著說一定要鎮壓是對的 然後傳出來說 殺二十萬人 換二十年和平 殺三十萬人 換三十年和平 類似這樣的字額 用殺人來換和平 你跟當時 即是看到 這個意不用情 世不低頭 裡面的一些片段 譬如說 陸國榮 殺了很多人 他身光頸靈的 他就說 你為什麼要對付一個有錢人 你就是不妒忌有錢人 OK 用這樣的方式來 故左右言他轉移 轉移招念話題 而掩蓋他自己殺人的事實 而這個今時今日 殺人何止六死呢 共產黨 由他創立到現在 不是1949 1921年到現在 殺人如麻反 AB團 土改 震犯三反 五反 反胡峰 反右 跟著之後去到 三面紅旗 大躍進 衛星團 跟著大煉綱 餓死幾多人 跟著再搞一堆什麼死青運動 社交運動 文革 反擊 又談回岸風 跟著搞這個四五天安門事件 跟著下去的 去到鄧小平時代的 更加多了 這個79年的 這個所謂魏京森等人的 五個現代化 第五個現代化 要大規模鎮壓 是不是 當時就是北京之春的這個鎮壓運動 之後你看到去到 這個82年83年83年 也有所謂的 這個很大的 這種 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 86年有他的 這個 合肥的學運 方麗芝等人 89年也都有這個 89的民運 和六四的屠殺 之後你看到更加厲害 鎮壓更加厲害 江戶時代更加熱切 一點都沒有減 99年鎮壓一些宗教團體 包括法輪功在內 然後你看到 後來03年 在香港搞23條 當時搞不成 然後你看到 08年在囂張自己的 北京的奧運大三六奶粉案 和民村大地震的一些 貪污腐化的事情 豆腐渣工程 一路去到09年 怎樣打壓08憲章 怎樣去對付劉曉波 怎樣去繼續收緊一切的控制 你看到08年之後的分水嶺 然後繼續這樣 韜光養虎完成 將牙毛爪開始 於是一路打壓 現在你看到 白紙、白法、四通喬事件 都是去年事 這些現由在意 我們看到共產黨 完全沒有變故 他只是不同的時代 做不同的事情 但他完全沒有變故 變的就是香港的軟骨性 蘇紹聰、譚穩之、張舉能、袁國強、羅德傳 這些是法律界的人士 但現在去到哪裏 大家很清楚 商界人士 當時 這個先師公司 瘋狂大減戒要叫停 牛奶公司 正常營業展示是穩定 下來我們憤怒了 佐丹奴 當時很感謝黎智英 也有很多大快活 李聲援、我支援 各行各業在港英的末年 也是痛心疾首呼籲很多的情況 有錢人的李嘉誠、李兆基、郭炳商、郭炳聯 和鄭育彤、郭炳江 就是郭家三兄弟 鄭育彤、李兆基、李嘉誠 也刊登廣告 聲援八九民運 三點訴求 一、肯定北京學生的行動是愛國民主運動 二、決不能採用武力鎮壓北京學生及市民 三、立即撤銷戒嚴令 解除新聞封鎖 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 現在去了哪裡呢 那你梁振英去哪裡呢 這些人完全 紅金寶 紅金寶 你成龍 許安華 中鎮圖 這些人 究竟今時今日 刊登廣告 它說 要政府立刻坦誠與學生對話 全部對話過程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場直播 這些要求 現在又怎麼樣呢 所以我就說了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即我們看得到 每個人 他自己必定要去 即是 明白到 我們通過時間的考驗 才知道 哪些人 才真真正正正 為香港做事 我們知道呢 就是 除了昨天 拘捕的 關鎮幫 支聯會常委 前常委 和天安門母親的 香港代表 劉嘉儀 他們被帶走 亦都是 作出煽動意圖的行為 而他們所做的 只不過是拿兩張白紙 一張寫著 禁食八九六四 三點四秒 約二十四小時多 另一張寫著 堅守良知與追求自由的人 個人悼念金色 八九六四 三點四 那麼 哀悼六四死難者 向天安門母親致敬 這些說法 劉嘉儀拿著 紅色的花 四支白色的花 六支 兩個在水池旁邊站立 於是乎就是因為這樣 於是乎說他善華 這簡直不知所謂 即現在 今天已經不講道理 不講邏輯 也不講一個人的一些常識 是這樣做的 而我覺得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都很清楚 就是剛剛講這兩位二人 劉嘉儀和關鎮幫 也都是相當關心周恆彤的 即他們關心周恆彤就是說 經常探監 也都會聽審等等的東西 也都相當關心他 那麼現在這個 他們兩個捉了 我也擔心周恆彤呢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聲音傳出去外面的世界 但至少我們知道周恆彤現在做的一件事 資聯會的前副主席周恆彤 被指顛覆國家政權正被還押 根據專業的小同群秋會拍攝 周恆彤在今天起 在獄中絕食三十四個小時 這是三十四周年 到年六四三十四年 去年六四三十三年 周恆彤也在獄中絕食三十三小時 現在三十四小時 另外據學聯代表陳青華等人在網上發文 引述日前 曾經探訪周恆彤的友人朋友指出 懲教近日以其他理由 安排周恆彤 轉至水飯房單獨囑禁 即是轉到水飯房做單獨囑禁 我覺得是相當可笑 而我會覺得是可笑可悲 即可笑到可悲 可悲到可笑 是令人瘋狂 去到水飯房單獨囑禁 於是你自己不是絕食到爆炸 但沒有人看到你 令你的影響力減少 但他的消息已經不敬而走 全世界人都知道 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以前 即不是今年 今年我不知道 以前 曾經有囚友 只是希望 天日自然 放在囚室裡面 面對著外面的明月 悼念六四 就被人搬入水飯房 是我們 很多的一些戰友 都有這樣的情況 單獨囑禁 所以他們會各自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有關的悼念 但是 可以這樣說 監獄的情況 絕對不簡單 鐵滿了那些 不知所謂的標語 而且 也對一些囚友 想去悼念 他只是想禁食三十四個鐘 他就說你不吃東西 你就是違反監獄規矩 連一個人不吃東西 都不行 小監獄的 沖漢彤 絕食三十四個鐘 混入小監獄中的小監獄 就是水飯房 你在大監獄 有如這個 剛剛講過兩位 二人一樣 關鎮邦 和這個 劉家儀 他們在大監獄 香港這個大監獄 去悼念 就混入小監獄 你再絕食 就混入小監獄 小監獄 中的小監獄 就是水飯房 那你小監獄中的水飯房 你就絕食到白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人家問他們為什麼兩個人這麼傻 我記得北京學運期間 有一個人 站著單車 人家問過 這是我的責任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頭前紅斤踩著單車的青年 那句話 Why is my duty 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就是我的責任 今時今日有多少中國人 還有這樣的意識 我是很悲觀的 但我覺得香港人 對自己不很悲觀 香港人呢 也希望鼓勵更多的中國人 要積極地做這件事 我們要拆這個炸彈 拆這個這樣 惡魔的炸彈 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覺得 It's my duty 用自己的方式去悼念六四 OK 不需要每個人 好像他們這麼激 我也不是教師爺 要教大家怎麼做 我在自由的地方 我也沒有辦法說三道四 在香港就是嚴格勢禁 大家知道情況不容易 所以大家用自己的方式 記得今天是六四三十四周年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不知自己要悼念 和上帝交代 也要和旁邊的人廣傳這種訊息 能夠使用安全的手法 不是在發WhatsApp 我就說 你用安全的手法 來使用大家溫存這種善念 大家記得 今晚是六四三十四周年 在哀悼的時候 希望大家注意 唯獨是 湯家驊覺得 你就單獨悼念 千萬不要群體聚集 群體聚集的話 就說你有組織 可能犯法 所以叫大家 單獨悼念 湯家驊 你會不會單獨悼念 我不告訴你 我不做犯法的 你問那些人 會不會這樣做 我當然不會 厲害當然不會 那問湯家驊 會不會悼念 但問題就是這樣 湯家驊 你讀法律出生 做過以前的律政司 刑事檢控專員 又做過公民黨 不差不差 法律經驗豐富 我就問這個問題 我答不到 你答到給我聽 你厲害 請問 你單獨悼念六四 譬如說 你拿著 一個燭光 接著就在街邊 悼念六四 沒有人理你 也沒有擺字牌 即是拿著燭光 請問有沒有犯法 通鄉華 你回答別人的問題 你的銅鑼灣 蘇格外面 單獨 很單獨 不要做事 不做事 在維園一個角落 放了一張椅子 拿著燭光 其實你進不去 維園全都封了 你找一個公園 你隨便不是銅鑼灣 你隨便 天候 whatever 找一個小型的樓梯間 有些樹的地方 拿著燭光 請問 你有沒有犯法呢 問題二 你家裏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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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裏 斗室內 就拿著這個燭光 自己 單獨一個燭光 有沒有辦法呢 第三 如果你拿著那個 這個 斗室內 拿著那個燭光 然後線上直播 網上直播 有沒有辦法呢 你回答這些問題 你不是讀法律的嗎 以後讀法律 我問你有沒有犯法 你答不到人 因為現在不是說法律 是說極權者的命令 這個極權者的命令 他隨時說 我解釋我的命令 你騙你不騙 可以的 這個就是大石宅死下 現在不是說法 是人治 是黨治 所以這個才是離譜 所以我覺得 見到這些人 真是很浪費的事 所以這個最終一句 祝福周幸彤 為他祈禱 祝福所有被捕的人士 包括劉嘉儀 包括關鎮邦 包括三木 包括他 很多我現在沒有辦法 即是立刻報到名的人 你們的付出 我們是看得到的 我們也報 我昨天也講過 在節目上講過 我不是鼓勵 慫恿更多人 或者鼓吹更多人 跟他們做一樣的行為 但每個人自己決定 我覺得 這一場是一場漫長的鬥爭 與其飛鵝撲火 不如知道 保留實力 而是用 對的方式做對的事 保留實力 不是等於忘記過去 不是等於 一切向前看 NO 我們更加要 將這些真相 將這些善良 將公義 將憐 擴散出去 用力所能及的方式 盡力去做好 盡力盡量盡快去做好 我這個覺得 希望大家呼籲 至於怎樣做 我不是你們的 老師 我不是你們的 就是 就是 instructor 我沒有辦法去做 這些工作 讓大家自己去 收拾 今晚 我就會去六四萬會 Why It's my duty 至於各下 會怎樣做 自己 做一些 對得住 天地良心的做法 OK 我們下一節 再講其他問題 可能會在現場 再和大家見 好 好 好